我和她在一起七年了 在这段感情中 我一直都在妥协 我为了她一些自私的想法 等了她很多年 我们年龄都不小了 所以我用心做了很多努力 希望我们早日结婚 但是我觉得她现在对我的感情变了 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 让我感受到她对这段感情的态度 她从来不会把我放在 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位置 以前因为异地 她受过委屈 但是我现在对她越来越好 可是从她那里换回来的 都是尊草和失望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朱先生32岁来自湖南个体 刘女士32岁来自湖南护士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看这个小片的时候 有一个感觉 就你们的情感经历还挺波折的 是吧 谈恋爱大概有多久啊 谈恋爱大概七年了我们这一起 女生一直说她自私是吧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她做的很多决定 都是在我之前 而不是来商量 那咱说出这些决定呗 我们是一二年认识的 当初她因为要到外地 然后 你们在哪儿认识 我们是在长沙认识 在长沙认识 对 然后她要到外地要到哪儿去 要去福建 去了吗 去了 跟你商量了吗 她是决定好要走在告诉我的 去福建之前我是跟你商量过的 然后你问我去多久 我说只去三到六个月去看看 三到六个月啊 对 然后你才同意我去的 怎么到这儿变成我同一年 那你去了多久呢 我去了 不是为了挣钱 问到咱们俩以后吗 你去了多久 我去了五年啊 对啊 这五年就两个人是一直异地谈恋爱 还是中间有分分合合呢 中间有分分合合 分合几次 她们我提过两次分手 我每天同意 就又挽回了是吧 对 她第二次提分手的时候 我就觉得事态严重了嘛 我就从福建方琪那边的所有 然后就回到湖南诸咒爱了 现在回来以后 也是对信对她之前的承诺嘛 准备结婚了 那不是应该回长沙吗 她不是在长沙工作 怎么又回到珠州了呢 因为我家父母都在珠州嘛 那你们俩现在还是异地 她长沙你珠州吗 没 她也到珠州来了 怎么又从长沙去了珠州呢 她要求我回到珠州跟她 不是你自己要去的啊 所以我一直在妥协 对 这就是我跟她说 我说回来了 咱们就在珠州定下来了 房子也买了 也都准备好了 我说你就回珠州来 在珠州找份工作也是一样的 挺好吗 对 怎么了后来 正好我不是回来了吗 17年 17年回来了 然后去年 正好碰到她妈生日 我就准备很多礼物 然后去她家见她妈妈嘛 然后也是顺便提亲样的 跟她妈说到 转两婚事这一方面 进去完以后 她妈就是对我不冷不热 然后我买了 她对你不冷不热 你不知道原因吗 买了一大堆礼物 放在那边 她妈瞧都不瞧一眼 然后后面坐下来 跟她妈聊天 她妈说你先甭果谈结婚的事情 你先跟我女儿买台车 后面吃后面再谈 我从长沙到珠州来 那我的母亲 她们在长沙生活 我得去看她们吧 走来走去的 我还得坐火车 她也怕我辛苦啊 她只是想让我有一个 代步的东西 而且没有人说 让你买很名贵的车 就算是这样 你母亲是没说要买多贵的车 没有 但是晚上以后 我现在回来 我的钱干嘛全都是房子 为我们两个婚房 买个三十的 可是 然后包括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 你首先没有钱 结婚你要钱 什么都要钱 就算她要你买车 你不想买 你可以后面说 她直接一句话就怼过去了 而且那天是你第一次 接我母亲 你怎么能说 对一个长辈 直接就去回怼她 你可以下来以后 跟我回去商量 就等于第一次去丈母娘家 见了丈母娘 然后不欢而赛 对 后来呢 还因为就是房子的事情嘛 我后面跟她谈到婚期啊 什么时候 我就跟她提了一句 我说结婚以后 把我父母接过来 跟咱们一块儿住 然后她当时一听就炸毛了 然后就直接跟我说 她说这房子要住 也说我母亲在住 这个事情不是说 你这么轻描淡写的 过去就完了 婚房你当时让我回租桌 也是这样的 你说我们要结婚了 你说让我回租桌来工作 好好地跟你生活 然后为我们买了一个婚房 我也很感动啊 然后她也没有跟我说 什么父母要住或什么的 因为我其实很反对 跟父母住在一起 毕竟是两代人 我们会产生一些矛盾 然后现在她就说要结婚了 然后突然跟我说 到时候我爸爸他们 也会过来的啊 我肯定是不同意的呀 你为什么要到 宁静到这个时候 你才告诉我 说那个婚房 还得一家人去住 因为我一直在意见一见 就是说以后结婚 你父母有地方住啊 父母都会有 年纪大那一天呀 我们是会去散养他们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 需要跟他们住在一起 但是你没必要 一句话就对了我说 这房子要住 也是我母亲住 我说得很清楚 如果我要生小孩 我这边忙不瘾 我母亲过来帮我带小孩 然后她又有个地方住吧 她从长沙过来 她的住都是没有房子的 那她住哪儿 住宾馆吗 住酒店吗 你父母可以跟她住 你父母是有地方住的呀 我父母也可以带 咱们两个小孩一包的 你一开始没有跟我说过 他们要来住啊 你为什么要突然告诉我 他们要住了 听明白了啊 因为车打 因为房打 还因为什么打 还因为我的工作 工作又怎么了 因为我回来住宾以后 是跟我发小创业了嘛 就是开了一个舞蹈工作室 跟一家亲巴 她不喜欢我的环境 为了让她不去拆计 不去拆想 我就把我的微信 我的密码 我什么全告诉她 她想什么时候查什么时候查 然后就有一回 是因为我酒吧里面 就请了一个女歌手租唱的 我就录了个小视频 发了个朋友圈 结果她倒好 直接把我微信删了 然后电话也不接 连续三天试连找不到人 好 欣赏一个女歌手 我可以理解 你欣赏 晚上有必要跟她吃宵夜吗 我是也说要酒吧做宣传嘛 酒吧做宣传 然后要跟她吃宵夜 吃宵夜不是我一个人跟她去的 咱们酒吧 所有人股东都去了 我怎么知道 我不是拍了视频给你看吗 包括我上课也好 干嘛也好 我都是把手机开个直播 给她看 然后到酒吧里面 每个半小时 我发个小视频给她 到这样她还可以跟我吵 我白天工作 她晚上工作 我都见不到人的每天 你见不到人 而且每天她都跟一些 形形色色的 我不知道有些什么样的人 她的朋友圈里面 要么就是这个女孩子 或者那个女孩子 或者一大堆朋友啊 喝酒啊玩啊什么什么的 我吃醋 我有想法很正常 对不对 我肯定是没有安全感的 先说微信里面 我学员或是我的客户 只要是个一型 跟我发微信干嘛的 她也不问我是谁 也不干嘛的 直接把人家删了 我反正就一句话 你要继续跟你发小搞这个酒吧 她现在不是必要我的事 那就不用搞下去了 你要不就现在立马 把你在死后两个工作放了 而且除了放工作的事情 她直接是 有一次是背着我 私底下去找我发小 找我合伙人 干嘛 跟我合伙人说 就是跟他们名顺帐那一种 搅拌 因为你这么一闹 然后弄得我 现在跟我发小 跟我合伙人之间 那因为你不去解决问题啊 你解决了问题 我肯定就不会去闹会了 你会解决问题吗 你解决了吗 我一跟她了解什么东西 她就这种态度 我听那个女生 好像充满了怨气 对吧 刚认识她那一会儿 她以前是很阳光 很开心 然后一天到晚 就是笑了脸 刮了脸上的一个女孩 就自从我去 开了两份工作以后 我的感觉还慢慢地 变得无理取闹 她的这份工作 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不想说 我每天晚上一个人 就像独手空房一样子 我不知道她每天 跟谁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哪一天 她会跟别人在一起 或者是跟谁走 我不想每天 都在这种担忧里面 她反正给我的说辞 永远都是一句 我要在外面闯了事业 我有了一定的事业以后 才能给你过更好的日子 我32岁了 家里面是怎么看我的 亲戚朋友 是怎么说我父母的 说这一点主持人 她说她亲戚朋友 怎样的 我就发现了 她手机里面 架了很多个相亲的群 然后后面我问她 我就问她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 她给我解释是 她妈妈推荐她去的 我说那我这亲戚努力 是为了谁 她可能是觉得 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 有更好的选择 将来过得更好一点 那我不可能是去违背她 我不管 我就要跟她在一起 那你那天跟她吵完架以后 也没个道歉 也没个什么 什么都没有 就这样完了 那我该怎么去 问题是你后面也有时间 跟我道歉啊 好好好 所以你现在是相亲了 没有 就是我妈妈的朋友 说可以给我介绍男朋友 然后让我加了微信 而且我加了微信 连聊天都没有 我就是通过了一下 说了一句你好 就是因为聊天都没 聊天信息是空白的 因为我没聊啊 行行行 我问几个问题 不吵了 如果她现在提出 给你分手 你接受吗 可以啊 我觉得我妥协多了 你会主动跟她分手吗 我等了这七年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不是说什么 说散就散的 但是很多东西 她过去了 回来以后 会变的东西很多 我不确定 我现在的心 是不是依然那么坚持 我是说 你会跟她分手吗 也许会 好 她现在其实已经 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 就是我希望过一个 相对正常的夫妻的生活 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 因为你的工作性质的原因 我每天见不到你 这个你能满足她吗 这个我之前 也有跟她说过 以后我会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我特别想知道 今天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今天来的目的 主要就是想跟她 好好调解一下 谈和 谈什么和 就是结婚 结婚 对 那你要嫁给她的条件 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妥协那么多 我已经妥协够了 我只是想要一点 自己想要的私人空间 我只是想要 我有更多的安全感 第一 你父母不能来住我们的房子 斩居可以 不能常住 是这意思吗 第二 你现在干的这事 你别干了 你干这事我就不放心 是这意思吗 对 你看 人家条件特别简单地 摆在这儿了 你取的条件呢 可以吧 可以 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所以在这个背后 到底是什么 老师们帮着分析分析吧 看起来好像很平静 波涛汹涌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七年 如果这个时候说分开 就感觉之前的时光和 所有的付出 都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对不对 但是你不能用 已经七年了 不继续 就感觉损失了好多的 这样的一个想法 再去维系这段关系 爱情是给你们幻想去飞 但面临结婚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要拉两个人落地的 这就是你们现在碰到了 这么多现实的问题 一件一件需要去解决 可是真正去解决 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 两个人是完全相左的 没有办法协商和协调 到底合不合适 只有你们两个人 自己心里清楚 包括姑娘 你开始接受相亲 这个理论的时候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 我不确定我一心一意对你了 我可能再找后背军了 第二点 她第一次去见你妈妈 是在你们交往五年后 回来以后 那这五年当中就肯定 没少在你妈妈这抱怨 所以导致母亲第一次见她 会那么不客气 妈妈也会觉得我女儿等了你这么长时间 你付出什么都是应该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这样不平等的关系 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就算结婚 能幸福吗 所以今天我觉得不是说来妥协 如果说真如男生所说我可以啊 那个婚房和事业的时候 都可以去做 也太好了 дальш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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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我发现这个男人回到我身边 我没有那么爱他 我对他的感受不足以支撑 我未来和他要相伴人生几十年 直接告诉他呀 直接告诉自己呀 现在对不起 我们真的在一起 不适合婚姻 我们各自祝福 我们去寻找适合自己的伴侣 这没有对错 只有适不适合 希望你们都能找到 通向幸福的 适合自己的通道 好吗 谢谢 七年 觉得七年的感情 若是没有一个结果 彼此都挺遗憾的 如果把时间退回到五年前 他想去福建 你不太想让他去 于是他留下来 在五年前 你们在长沙结了婚 按你的意思 陪着你的父母 后来他也开始创业 也是办舞蹈工作室 你会支持他干吗 你应该会吧 因为他为了你留下来了 如果在五年前结了婚 有了孩子 再因为同样的事情闹离婚 那你觉得两种命运 你愿意选择哪一种 那我去月没开始 但事实上就是开始了呀 我已经给了你另外一种选择 你不可能再贪心说 我再要一种选择 压根没开始 开工没有回头见 很多事情回不到最初 你们两个人要做到的就是 女生做到不后悔 男生做到不虚伪 付出了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心甘情愿 如果你认为 这五年的思念 七年的等待 你认为想着一个人是一种快乐 那你就不会认为 这七年是拜拜付出 除非你一直在权衡利弊 这五年值不值得 而对于男生来说的就是 做到不虚伪 当你选择了一样自己爱人所反对的事业 你依然要坚持下去 你可以 那是你的权利 但你就不要打着 是为了你好 我才做这份事业 你那事业是为了你自己 你如果是为了它 我说不干我就可以不干 你不是 你是为了你自己 所以你别后悔 你也别虚伪 就这样吧 在核心问题上 和双方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你们俩没一样达成一支 因为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结婚的时候 每个人对自己的新生活 是有一个向往和规划的 恰恰你们在这个向往和规划上面 你们根本没有达成一支 关于父母的赡养问题 有了孩子之后 双方父母谁来带 如何安排的问题 女方远嫁之后 如何维系和女方 以及孤业之间的关系 你们这些最现实的问题 能达成一致吗 你们坐在一起认真讨论过吗 规划过吗 如果你们讨论了规划了 就不会出今天这样一个情况 都别急 沉下心来 你们把它想清楚 核心力已达成了 是分还是核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接下来进入抖音真情60秒 还记得咱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刚毕业 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你的笑容就像个天使一样 刀要走我 经过这么多年 我也知道我自私 跟我的一些任性 然后你的一些包容 我希望在接下去的日子里面 依然是用你的陪伴 依然是能牵着你的手 一起往前走 我觉得像老师们刚刚说的一样 我们过去了这么多年 就像您说的 你很喜欢我以前的笑 现在为什么我不笑了 也许我们现在要考虑的 已经不是水妥协的问题 真的是 这七年的感情去哪儿了 还在吗 我们是应该 好好考虑考虑这个问题 而不是最终妥协 导致你不开心 或者我不开心 来妥协这段爱情 这段婚姻 不是用来妥协来维持的 女生对我话说得漂亮啊 我们绝不因为一段爱情 而妥协一段婚姻 面对情感 我们应该是干干净净的 不做妥协的 这是她对生活的一个理解 我觉得没问题 行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打开 爱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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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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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请关门 来 我不相信她会轻易地放弃她情怀的感情 所以我觉得台下我还是会去找她 还是会跟她商量 谢谢啊 秦辉 收衣 回忆